股票看涨觉得最高 看跌觉得空头 怎么看都不敢买吗 掌握筹码动心背后的故事 才能赚到大波段 谢一文分析师利用科学的数据 带您前进股市成为赢家 欢迎收听决战筹码 摩尔投过110年 尽管投过新资第026号 欢迎收听决战筹码 我是主持人Coc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 要跟上谢一文老师的脚步 翻转据覆 赶快大家邀请到摩尔投顾筹码专家 谢一文老师 谢老师好 哈喽 主持人好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摩尔投顾谢一文分析师 今天是5月30号 目前录制时间是在盘中的12点40分左右 老师先拍拍手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上个礼拜 就已经有先讲到说 上个礼拜我们台股是收复了月线 今天更强了 跳空开高走高 也是占上16500 但预估成交量也是放大到2500亿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说 要讲到刚刚好 今天算是刚刚好吗 有点多 有点多 怎么会 当然今天量还算控制的蛮漂亮 他有量增 我们上礼拜有讲我们说我们不希望 我们说我们反而不希望量增太多 因为要有人可以一起上车 对怕很多人还没有上车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量能算还是我们的预料之中 可是指数大涨 我们还是把这个上礼拜的这个事情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关键还是在5月24号 这个晚上的这个NASDA大跌 但是我们台股的电子股在隔天的早上 早盘的时候却是什么样开低走高 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在那里 那就是一个利空测试 可是测试完之后 马上随即上工 那代表外资回来的买盘力道自己加大了 他的心态开始在做改变 所以我们说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这段时间低量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伴着所有的听众去度过这段时间 为什么我们做了好多的中小型股票 在这个波段都非常非常的有表现 对老师这一波你所介绍的 像是大型股也好 中小型股也好 每一档真的都有表现 尤其序源又再次涨停了 不过老师说上周五拉回修正 不要以为今天不会涨 今天竟然攻到涨停 蛮厉害 这种小型股票他的表现就是这样子 他涨多了他会做一些修正 他甚至会做一些拉回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要去观察他的量价关系变化 最主要是筹码 筹码又落在谁的手上 你发现在这个回档的过程当中 反而特定人的筹码还在持续的加码跟集中 就是大户了 所以我们就去告诉各位说 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个股 8421的序源再序前沿 今天又在所涨停 又创了近期的新高 各位老师朋友 像这样子的股票小型股 度过大家 在这一段比较没有量的时间 包含这个4503的天上掉下黄金 包括这个复兴中华1605的这个华兴科 华兴科不是中小型 它是属于比较低价的股票 那也都伴随着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先度过 那在这个有量有价的阶段 又要回头去看大型股 反而大型股要去注意了 大型股这个时刻可能就可以赚得更多更稳了 那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去做大型股 上海我们之前有怕这个中国风控的问题 可是在昨天上海出现了一个 复长方案 就是恢复正常的方案 那我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主要内容 它分为有四个大项目 一个叫做全力助企业纾困 第二条叫做复工复产富士 第三个维稳外资加上促进消费投资 第四个强化支撑保障 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加快经济的这个 重振的这个行动方案 都对我们的台商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那包含这个维稳外资 在这个 支持所谓的跨国企业 在这个总部跟研发中心里面 都还加大一些所谓的出口退税 跟这个出口信用包线 那我觉得这个对台商都非常非常的有利 所以这个中国风控的部分 我们大致上可以慢慢的去排除掉 它所谓的不确定因素赛 那这个礼拜六还有一个好消息 日本单方面宣布就是说 可以在所谓的这个出国旅游 解封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也封了 谁封了 观光类股 旅游类股 饭店类股 都已经有所谓的这个出国解封的这个期望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很多的这个民众也很希望 也希望如此 但是我还是 觉得一件事啊 就是说 一初期 在非没有必要之下 我认为出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事 但是有需求者 比如说想要去会议的 想要出国留学的 商务 或者是一些商务人士 那反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非必要的一个旅程 一定是必要的一个旅程 所以对这样子来讲我觉得 反而是 好事啦 对一些不要说 不要说一定要把它扯到旅游啦 我们就扯到出国啦 这个有一些事情要办的人 我觉得对他们讲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利多 那也会增加一些所谓的这个 包含这个飞机啦 饭店啦 这个观光旅游的部分 也是会有稍微的这个增加 但是我对这个部分 我就会给各位一个 大主题啦 我认为这样的股票 融资鱼额如果增加太快 股价如果在短时间 短时间之内快速的膨胀 我会给各位一个 大方向我认为会是 入带为安 对 我觉得还是先入带为安会比较 一些小的股票 融资鱼额 在短时间之内增加太快 然后 在实质的利多上面又 没有这么多之下 我都会认为要先走一趟 把一些资金要转到一些所谓的更大型一点的股票 包含我们之前所介绍的 比如说这个6756的这个威风店 8261的这个富顶 6251的这个定盈 你看这个早就已经 在这个低档就出现了四次强烈的买金讯号 今天涨都不会觉得很 你都不会觉得很稀罕 5483的这个 中美金 6531的这个爱浦 也是都是出现过买金讯号 而且都很平稳的上涨 包含车用的这个6279的胡联 我就不会推荐大家去买同志 因为同志比较高 那我就会推荐大家去买胡联 你看胡联这几天 从上礼拜开始也表现的也还算不错 鸿岸集团里面的车用的这个5243的乙胜 也不错 这个第三代办老体的穩帽 穩帽太高价了 那我会比较推荐所谓的8086的红杰科 这个还有包括这个台积电供应链的这个 3680的加登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有不错的表现 都是在前面都出现过买点 我们之前跟各位都有在这个 节目当中都有说提到 那一些小型类鼓就稍微要开始慢慢慢慢的退出 但是也不用全部退出啦 到安全点到赚钱的点 到更赚的点的时候 高点的时候我们再来退 比如说1539的巨庭 这个3520的这个华银 今天好像还有涨停版 可是现在稍微有点收敛了 包含这个 我们也在看这个所谓的这个 3607的股松 这个4433的这个 这个星彩 今天也是涨停版 这个今天也是涨停版 但是有点打开啦 没关系 那包含这个 我们最focus的这个8421的再细全员 好那第一季 大家应该看到了有赚9块钱 当然是一次所谓的一次性营收啦 我们也跟各位讲很清楚 你觉得把它抓作是一个 短线上的进出 那另外一些这个比较 我认为可以破断的股票啦 好那这个股票可能就你在台面上会不要听到少人讲 那我先不讲这家公司的名称 应该算大型的 算大型的 但他股价稍微有点高 那你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或者是留言 在我们的这个LINE上面留言 进来问这张股票 那这家公司是一个台积电的非常重要的伙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应该这么讲啦台积电投资他将近有70%的股权 而且投资他已经20年了 那有许多的有关所谓的这个设计电路的部分 当然是台积电作为这个代工的龙头 一定是由他这边来做一些所谓的制程 可是有关到所谓的感测 光学制程设计制造的话 那就是由这家公司来做所谓的design 那所以有很多这个台积电的客户 他需要这个感测跟电子电路的一些需求制程的部分 光学镜头的这个制程部分 那就是由 这家公司来帮台积电 来合成一个所谓的一站式服务 如果有这样的客户需要台积电 那又有这样的需求感测需求 这个光学感测的需求 这个需求那就会 跟这家公司共同来设计 那这家公司我相信在月底会看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表现 我说月底是6月底 吓死我了 所以我们要提早做布局 这张股票 我要在今天的LINE上面 送给所有的人 非常非常好的一张股票 我们把时间给Coco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也欢迎直接拨打电话 或者是留言 在LINE上面老师会告诉你 年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皇上且慢 奴婢先用银针测试食物 有没有赌 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 报告皇上 测读就交给好物市集 好物市集的商品 有产销履历把关 有国家认可检验单位检定 有投保产品责任险 有把关 有检定 有责任险 您在乎的 我们比您更在意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现在就拿起手机加入 小老鼠HOT888 小老鼠HOT888 量不够就要看中小型股 想要像梗鼎 大将 智政 金语这么飙吗 那就要运用决战筹码 帮你抓出骑掌股 现账夯的是 谢老师的七小福 想知道是哪机党吗 快来电 0800668085 0800668085 了解更多资讯 就在决战筹码